加油 球員在球場上互相傳球走位 尋求最佳的攻擊位置 場下隊友也不停為他們加油打氣 比賽氣氛是相當熱烈 台中市體育總會這幾天 在大理運動公園 舉辦教育杯巧固球錦標賽 希望藉此來持續推廣 巧固球這項運動 我覺得玩這個很有意義 怎麼做 就是 就是很好玩 有學到什麼嗎 有 什麼 技巧 學到什麼嗎 有 團隊精神 還有默契 對 他這一次比賽 我是隊長 第一 第一名 有信心嗎 有 主辦單位表示 這次比賽主要是以國小為主 包括屯區的一名 立新國小 海縣則是有龍井 永安國小等學校 40多隊報名參賽 巧固球運動以講求團隊合作 以及正當競爭的原則 選手在比賽中身體 並不會有激烈的碰撞情況 因此考驗著團隊配合 與球員技巧 這個運動在進到台灣 已經超過50年了 這兩年國際總會也有在積極推展 可能在兩年內就會變成 雅阿德正式項目 所以對於學生來講也有很好的發展性 這個項目目前為止 世界盃的冠軍永遠都是台灣 目前都還是台灣 巧固球運動在國內已經有50多年的歷史 而國內隊伍出國比賽也都有不錯的成績 透過比賽各校學生能夠切磋球技 一起享受運動的樂趣 也能夠從中尋找出更多潛力選手 加以培育為國爭光 再來週封 台中採訪報道